你去哪儿 何时来的 那饭菜都是热的 这两个人应该刚死没多久 这两个人均死于道上 而其死亡事件接近 应该是死于同一人之手 灭口 男的叫张四郎 是吹柳航的掌柜 事舍连山同失窃一事 所以他的死 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这女的 这女的叫翟世 是贡布京修皇岸的小妾 皇岸是我阿姨的下属 上月翟世打翻了一国田冠 被皇岸撵出了家门 没过多久 皇岸便死于一万 所以 皇岸应该知道自己要出事 提前撵走了他的埃及翟世 那皇岸 一定是告诉了翟世什么事情 因而被灭口 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皇岸托付给了翟世什么东西 脸是人的直觉 还有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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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你才是如何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你才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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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心 你才认为你 我以为你 你才认为你 这是黄安县的 从连山绽放临终处查时 同样运转异程 临终 原来这就是他们所告之谜 中宝四脉 将连山同框大阪吞没 其中主使者 训练 刘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